主席感謝 我們白鶴粉絞我們的孫芬局長 孫芬局長 那依照早上發生的事情 我現在看到報紙的消息 我真的覺得很不甘 我們這位經驗其實是非常優秀 可以得技工八百多次 卻是一件以外當中 積極保階的生命 我想請教你一下 我們現在是所謂的預算原額 我們白鶴粉絞差不多多少人 預算原額是164 100多少 164 164 154 應該是154 那實際的呢 現在144 這樣144 你現階段白鶴粉絞144位 你的動員載你的粉絞關係 我來請教一下 你的防彈背心現在配置有幾件 我們偵察隊17位有17件 17件 所以問一個人都有一頂就是了 是 當時是 當時出勤的時候 是因為不清英偽的關係 不是佩地的關係 配件夠 配件都夠的嘛 有帶去 也有帶到現場 都有專屬的配件嘛 有 就純粹一時舒服 遺憾所造成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主要是喔 因為 不要把這個身份太早曝露 想要就是說 讓任務能夠遂行 為了執行 完美的達成任務啦 是 所以沒有就生命遺憾 算生命遺憾 算生命遺憾 那實在很遺憾 那實在很遺憾 他本身的分局 他的僅民比是不一樣的 有差異性的 本身在這裡是來建議說 就你將是長久以來 不正常變成一個正常的 長期的 限制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保你這個營算 在你管理當中 這麼多分局當中 如果如果是優先的營算的時候 你是怎麼處理的 有依照 僅民比比較高的 心配在嗎 副委員長 這點我來請教一下 感謝貴議員 長期以來 對我們經政工作的關心 我們台南市 從升格以來 如果要照 這個經政司儀 自己本身的規定 就是說 我們以前館的時候 是 450個 我們的館民 配一個警察 不是在算這個啦 我跟你說 你的配置 我現在要說 就是說 因為現在 嚴重了這個 缺200 200幾個人 教我們預算研討 所以 每家 如果有新人的人 我會找 小朋友 有時候我會找 我們副局長 10個社會研究 說 當然是 缺太多 就是說 這個 警民比 這個也是一個參考的依據 再來就是說 都 缺額排名 分局 它的複雜性 分局 那邊 在那裡 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參考 避免遠景過老 因為你 人民比最高 遠景會過老 對 都會區 治安的熱點 這個都是你考量的地方 是是是 再加上那 警民比高 都會區複雜 案件多的 這都優先嘛 對對對 我要來講一下 你現在人民比 齁 尚鎮 尚鎮 是第三分局 一比 八一六 一個人 民眾是八百十六人 經營的佩地 像我所經理出來的 第一名是這樣 英空齁 是一比七六四 貴銀 是一比七零八 這三個齁 都是在都會區當中 這三個齁 本市的建議齁 你要優先去做出力 這個 這個 應該沒這麼高 那個 技術你可能 是不是 只算多錢 我們的 我們算是 以他的中亞島 來算 你以中亞島 是 以中亞島來列 你列起來 和第一分局 是第一位是對位 第一分局 再來 因為第一分局 現在是這個 沒關係 這樣沒什麼時間了 我們猜出這個環節 分局長 我們用這個環節 就是 警民比最高 還有包括原額缺額的部分 還有他的那個 治安熱點的部分 我們來優先 好 來增補人選 好嗎 會造成原景過老 是 會 自然也會下降 我看過你的自然的數字 我去年來調的 一年的數字 老實說 你來這裡表演得真好 所有的破獲率 在台南市你都有增加 包括 我所屬的選區的永康分區 都有增加 這都真的你表演得真好 不過 表演幾表現 長久以來 你的破獅是你最大的問題 譬如說你三區當中 王恩只有三四個環境而已 你再論集 再立班 王恩都調不出巡邏員 那些不都沒有要去巡邏 這個部分 我們將是管齊合併之後 我們的警分局 轄區的劃分 是不是也要調整 局長 未來是要調整 是要調整 那我們的調整原則是怎樣 現在民政 沒有一個 一個好像說 相關條件的規定 你民政有 你民政有 你們轄區為基礎的規劃案有 全國的警察分區的管轄配置之規劃案 目前是以每一轄區數五萬為的基準 我調整的主要是怎樣 現在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的區 要怎麼調 對 要怎麼調 不然還有一個基準 對 15萬這是基準 但是 他 他 如果經常的分區是 關鍵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 所有議員的分區 都是按照經常的分區分的 對 我們的選區 我們的選區 我們選出來的議員 所以說 某一個廳頭 你們是有主得性的 你們是主得未來的選區 你們未來也主得 可能是什麼 我們行政區的委訓 對 當時行政區的委訓 還沒出來 雙擊區分還沒出來 經常的區分 是一個參考的議局 你們的議局非常重要 對 所以 你還要聽市政區的委訓 市長 你從事要分區的委訓 所以這部分 到時要分區的委訓 要跟市政區這邊 來做 你講得太客氣了 你們對外交 已經對我講過了 現階段台南市的部分 我在看過一份新聞當中 你們就明白非常清楚的表示 舊有台南市的六個分局 你們要縮成四個分局 舊有台南市的十個分局 你要縮成六個分局 簡單的講 未來大台南市你要縮成十個分局 有這個計劃嗎 這是... 正常你有官報啊 有副案這樣啦 有副案沒有不對啊 所以說你們有嘛不是沒有嘛 是案啊 你要公報是非常關鍵 你要知道嗎 他過去的台南官 像我了解的 過去台南官 這是只有五區而已 你五區多一區就多英雄區 既新豐區 跳到多一區而已嘛 那五區的違反方式 既新豐區的違反方式啊 你就要回合到那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你有可能到你的經格 生活習性 生活圈 還有包括歷史的因素 等等你納入考量 所以說你要按這個議題 你要消耗清楚啊 局長 如果說你有這個區分了出來的話 你這個按區分出來 麻煩一下 你拿一支給本市參考一下 另外 選務機關你給參考一下 另外 民進黨員你給參考一下 是怎樣的 因為將來的 選舉區一個違反 真有可能依我們警察分局的違反方式 來做一個參考 好 阿這看的東西可以解決兩十個問題 第一個 解決你內部的問題 你包括你將來 你瘦到瘦的學兵嗎 瘦到瘦的學兵嗎 那個收縮有可能 收縮也會學兵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就收縮學兵 分局學兵 你這裡要先做啊 你這裡做來讓我們將於 行政區委訓法 又包括我們民進黨員來做一個參考 因為你將於你這個區域裡面 比較像外國的可能是相直接相關的 阿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將來你可以迎刃而解的 可以解決什麼 行政區域劃分法 將來迎刃而解是什麼 選區的劃分 將來我們議員為了行政區委訓的時候 大家不用擦來擦去 就叫警察叫這樣委訓方式 這樣就形成一個領頭羊 帶頭的效果 化解很多爭議 局長 你不知道我對你的狗房這麼高 我可能這個 原來這個 在分成我聽到 是大家有點閒聊那個味道 是 面有一些 學術界的人 也是以經濟分副 管轄區的重新區域發分方式 來做未來行政區域發分的指導 也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 局長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們未來會慎重 大概原來就是 就是說 大家有點在溝通談話這樣 簡單說 我的建議說 你的經濟區域委訓 縮縮 看到當年上半年進行 今年的上半年進行 拿出一個車案 給本省 拿出一個車案 給民進黨員拿出一個車案 讓雙委委訓 來做一個參客議股 這可能要再照相關的團員 大家作為討論 因為 東北黨最緊 東北黨最緊 林北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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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北人 林北黨的時間 林北黨的時間 林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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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